連兩屆奧運男子羽球雙打金牌李洋等母校國立基隆高中 設置國家級青少年羽球訓練中心終於有譜了 教育部體育署和國發會確認 將依據國立基隆高中提出的計畫編列3.5億元 利用基隆中學大約兩甲的校地範圍內 新建國家級青少年羽球訓練中心 3.5億的部分 我們也是列到我們的一個計畫裡面去 那現在在這個部裡面的一個流程當中 那我們希望在8月底之前可以含爆到這個國發會 其實行政院秘書長在7月29號 今年的7月29號其實也就合適了 就把教育請教育部把基隆高中羽球館 這個場館放到一個優化運動環境的計畫 就基本上講就是說這案子已經有了 行政院基本上已同意了這個案子 只是說他要再修正就要請教育部 把這個計畫的內容放到這個運動 那個優化運動環境這個計畫裡面來執行就可以了 從上一屆奧運李洋和王麒麟在男子羽球雙打中拿下金牌後 政府就喊出要在基隆高中設置國家羽球訓練中心 成績將近4年後李洋和王麒麟再度拿下奧運男子羽球雙打金牌 因此立委林佩祥特地邀請立院教育委員會立委林倩啟以及國發會體育署基隆高中市政府教育處和暖暖區三位市議員到基隆高中現場討論會堪後確認這項計畫將編列預算定案 我們會督促我們的體育署在今年9月中旬的時候盡快把他們針對國家級羽球訓練中心的計畫會整完之後直接送國發會 而國發會在今年年底前能夠核定爭取在明年開始正式動工整個場館 那我們剛剛也看過場館的大小跟我們所有的配套措施 那我們相信說如果我們大家都可以積極地來作業 我們可以積極地去追進度的話 在後年甚至是後年或大後年我們在基隆就極有可能看到一個 延旦的四年的這個羽球國家級訓練中心 佩祥會覺得是說很可惜的我們等到這個二連霸 奧運二連霸之後我們才正式去專關注到我們羽球選手在基隆訓練的狀況 但是亡羊補牢回事未完 我跟前期委員我們會積極地來推動這個計畫 讓羽球在台灣在基隆能夠生根發芽 那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它不僅是一個國家級的羽球訓練計畫 在奧運之後那在我們的羽球有這麼好的成績之後 最重要的是透過這樣一個頂尖的計畫能夠帶動我們全民體育的一個推動 那基隆高中還有在基隆這個區塊呢 是我們羽球很重要的一個中心 那也可以帶動不僅是北北極跟全球 全國在羽球這個部分的一個全民運動 所以我們非常期待這個計畫在一定的騎乘 然後確實的執行 然後在下一屆的奧運前 我們就可以看到不僅我們在奧運非常的有機會 而且能夠讓這樣子一個運動帶動了全民體育 立委林沛祥也強調會在立法院和林倩其委員 持續追蹤這項計畫的執行啟程 希望明年就能夠看到一定的成果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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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